音乐 各位新生同学大家好 我是教务长陈大正 今天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教务相关的一个工作 对同学们未来在四年当中的修课 以及教务相关的一个讯息 都蛮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会尽快的 以摘要的方式跟各位报告 所以首先介绍教务处的一个组织 所以教务处的组织 其实相当的结构相当的简单 然后接下来会跟各位介绍 各个两个单位的业务 教务处包含两个组 一个就是注册与客户组 另外一个是学生实务学习与辅导组 所以注册与客户是跟同学在四年当中 都直接有相关联的 然后学生实务学习与辅导组 就是未来我们同学 到了中高年级之后 到校外实习的这个部分 都是跟教处确确有相当的一个关联 首先在业务介绍的部分 有关客户与教务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同学可能最关心的就是 各位的一个各类证明文件的一个申办 我们本校已经使用自动化的缴费系统 所以各位可以到教务处跟学务处 那个进口门口处那边 有一部那个自动的一个缴费机 所以各位可以在那边 全年无休的申办 各位的中英文的成绩单 以及在学证明 那其他的文件 就必须要到教务处来申办 那申办的时间都是在我们的 周一到周五白天的那个上班时间 那申办的文件有关的是英文的 那个学位证明 在学证明 以及一些证件的遗失补发 那我们非常重视同学们的一个学习状况 所以在亚洲大学 我们有一个预警的一个 其中关怀的一个制度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同学 那在其中考 若你的学分数有二分之以上不及格的话 那我们就会启动相关的一个关怀机制 那相关的关怀机制包括 计发其中预警的一个通知单 给各位的家长 那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也会通知那个同学的导师 来进行关怀跟关心 了解同学的一个学习状况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会开办 那个接受受课老师的一个申请 有关课业辅导班 来加强我们学业成绩不佳的同学们 那第四个 我们会请受课教师 来尽量的就个案的一个方式 如果同学有特别的一个学习上的困难的话 我们请老师来进行关怀 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个各学院 他们会申请一个夜间部的一个自习教师 好 那另外一个注册方面的一个协助 那我们各位同学如果说需要有一些那个注册 缴费的一个减免 比如说就学贷款 就就学贷款还是就学优待的减免 或者是弱势的一个注册贷款 就是弱势的注册补助 这个方面各位请详见 各位的新生手册 十一到第十五页 那另外的除了这个相关的贷款 跟优待补助之外 那第四种就是分期付款 也就是说当各位同学如果有不服 资格是不服那个上述三项的一个资格的时候 但是你家里又有经济状况的话 那请别忘记了 请恰你所属的学系 找系主任或者是你的导师 来协助你申请那个分期付款的方式 来缴纳你的注册费 好那在我们上课的过程当中 你们一进到亚洲大学 那我们每一个学年都会有该学年的一个课程规划表 那也就是说你未来四年你的修课 你所有的毕业的规范 都是按照这个课程规划表来走的 那所以各位别忘了到你所属的学系的网页下 去下载来进行那个参阅 你未来应该要修的这些科目 好那我们有订定一个相关的一个 每一个学期那个休息的一个学分数 那从我们大一到大四都有最高跟最低的一个学分数的一个规范 但是呢假设你的你有特殊的一个需求 那你必须要去超修 那假设你的资格到了 那我们愿意让你超修 那另外一个你可以超修的部分是在于 如果你有申请辅系双组修 OK 你有申请辅系双组修 那为了鼓励大家能够在四年以内 能够完成你的辅系双组修 所以我们又把相关的学分数又提高了 那请各位同学参阅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善用辅系双组修 的这个跨领域的一个学习资源 来增加你未来的竞争优势 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是超修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讲减修的部分 也就是说当你到了高年级的时候 那你在一到三年级 一到一二年级都修很多的时候 甚至到大三上 你修了很多的学分 那你到大三下大四上 你觉得不需要修那么多学分 可以的 那我们会让各位同学一个弹性的一个做法 假设你到大三上或者是大三下 或者是大四上 你已经修满的分别是100 116跟122学分的话 那你就可以降低你的那个最低的修业的一个 有学分数 让同学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你要的东西 好 那另外一个同学别忘记了 我们的加退选 OK 那我们加退选时间是从9月13号到9月23号 那这几天的时间 大概是10天的时间 让各位去进行加退选 那除了加退选 是加退选 我们这个学期之外 我们会有一个预选 也就是说你下个学期 你想要修什么样子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就会让各位开放 预先的去选你的课程 那开放的时间 大概是在12月27号到12月23号这个时间 那教务处会定行公告 那有关那个课程选课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是采取线上选课 所以同学不用担心 你们只要在我们的网页上 就进行选课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可以进到我们的学生资讯系统 然后再点选我们的选课 那输入你的账号密码 然后依照你的课程规划 跟曼陀斯辅导的结果来进行选课 那在这跟在这边要跟各位同学提醒一下的是 当你进行预选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先去找你所属的曼陀斯 在亚大有三师 那有那个生活导师 还有学术上的曼陀斯 以及枝亚导师 在大师的时候来辅导你就业 那在大师 在四年当中会有一个曼陀斯来陪伴你 来进行你依照你的兴趣 依照你的职业性向来选取你相关的一个课程 有这样的老师来辅导你 所以别忘了要先跟曼陀斯来进行访谈 让他来知道你下一个学习的一个选课 好 那我们亚洲大学非常注重的是跨语学习 跨语学习 那跨语学习的作用是让你除了在你的专精的学业的一个 本科系的一个专业领域之外 还能够跨到其他领域 那未来可以增加你的就业竞争优势 所以我们会把现在把跨语学习变成部分学系的一个毕业条件 所以呢我们在跨领域的这个项目里面包含三大项 第一个就是跨领域学乘 那另外一个就是辅系双组修 第三个就是他系专场学乘 也就是说有亚大的每一个系都会提出一个专场学乘 来提供外系的同学来选修 那我们在选修的那个大学部的这个日监部的同学 会至少选至少修毙一个本系的专业学乘 和完成一个跨语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项目 你才能够毕业 那我们适用的学习就是就是包含一般的学习 出了那个我们少数的学习 他有那个国考比如说物质系 试光系智能资料系听语系等等的 这些有国考证照的之外的学习 都必须要去考这个跨语学习的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办理跨领域学期 跨领域学程 那我们是大一是在第13周到第15周来进行的 那可以到那个网页上去申请 那这个地方就请各位那个注意一下可以到教处的网页来查询 那我们到了网页的这个部分的话可以看到是说 到了校企网页可以到有一个跨领域学程的一个专区 那所以这里有介绍各个跨领域学程的一个介绍 所以各位同学就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到各跨领域学程 他们是在做什么来挑选你兴趣的跨领域学程 那跨领域学程我们总共有 这里有很多个12个那个校内的跨领域学程 以及有三个 有四个那个跨校跨领域学程 那本校跟中医大我们连组一个中亚连大 一个体系 所以同学除了在我们亚大修跨领域学程之外 还可以到那个中国医医大学去休息跨领域学程 所以我们提供巴士到那个中国医大去进行休课 所以这个部分那个同学可以确确的去把握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有跟中国医大进行跨校的那个辅系双组修 所以我们目前已经有两位同学 已经完成到中国医大学去拿到他们的双组修的这个鼓励 所以鼓励大家踊跨的去参加这样的一个 一个跨预的一个学习 所以在这这么多的快学习里面 那个完全是缴一校的学费 然后呢 那个 然后呢 不用再缴额外的一个学费 那你就可以去共享两校的资源 好 那他系专长的一个学程 他的一个申请对象 那还有他休息的学分 那 请各位参阅 那有详细的信息可以上网再来看 好 那证照 另外一个 那个来增加同学的专业 素养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会有一个证照补助奖助 所以各位拿到不同的证照 过考证照 还是专业类的证照 那都可以到我们的 那个实习组来 这边来申请你的证照奖 奖励 所以给的奖金相当的优渥 所以各位同学 却要把握出这个机会 好 那我们另外一个 就是学生的一个实务学习 那我们本校有3加1 7加1 及弹性 以及海外的一个实习 来鼓励同学 进行全学期的 还是全学年的 到国内 国外的一个实习场域 去进行学习 好 那我们在进修学士班的一个部分的话 因为他是夜间上课 所以我们在夜间 在我们的行政道路这边 在行政中心这边 我们有教务处 学务处 总务处 以及校园中心 来提供相关的一个服务 所以相关的分机 以及人员 以及服务的时间 那请各位参阅 请进修学士班同学参阅 那我们到夜间 晚上10点之前 都会有同仁在行政中心 来服务各位 好 那相关的行政中心的 里面 我们有放一个 专门是为进修学士班同学的一个 资料柜 所以相关的文件 那请进修学士班的同学 那个派班代表 可以到这边来领取 好 那进修学士班的一个网页 已经有设置 已经有设置了 所以相关的 相关的各项的学习 活动等等的资讯 都在我们的 这个网页上面 所以 我们 欢迎那个进修学士班的同学 能够到这边 获得更进一步的一个消息 好 那 在 在我们的那个 进修学士班的这个相关的一个 资讯里面 还有 学生实习与辅导 辅导的这个部分 也欢迎各位 来参与 那我们也是鼓励 我们进修学士班的同学 在那个 15实习的这个地方 也能够 有很多的一个参与 好 那最后有一个叫做 进修学士班如果有很多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把 常见的问题把它汇整成 FAQ 那各位可以进去 去看 那有不知道 有其他的问题 那欢迎随时跟教务处的同仁来进行联系 好 那最后 已经讲了很多的问题 的一个介绍 如果 各位 还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意见怀疑的话 欢迎各位同学 随时 来记得来 给我们来信 来通知我们 那我们会 以最快的速度来回复 各位同学 好 那以上 那在这边跟 同学们做一个简要的一个报告 那也 祝福各位同学进到亚洲大学 入宝山 千万不要空手而回 所以祝福未来 各位四年 能够收获满满 谢谢各位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陈怀恩 目前担任资讯发展处资讯长 以下由我为各位同学来介绍我们资讯发展处所提供的服务 首先 对大家来讲最重要的是我们亚大的网络帐号 它是由各位的学号加上密码所组成 Asia Network ID简称ANID 这个ID是协助同学在校内登入所有的系统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务必谨慎保管你的密码 它的密码预设值很简单 是各位的七元出生年月日 总共八码 在第一次登入校园的时候 为了避免被有心人士窃取 请大家务必更正你的密码 改成比较严谨的方式 这个密码呢 长度要在八码以上 而且呢 要英文大小写混数字来完成 这个就是我们的亚洲大学的网络帐号 对各位非常重要 在各位您在亚大的期间 是你的最重要的虚拟世界的通行证 第二 我们校园网站的入口 这个部分呢 含瓜了大家求学所需要用到的所有系统 各位可以看到 如各位的这个左下 看到的这个网站登入一样 我们是使用ANID登入 那这个时候同学会提到 如果这个密码万一忘记了怎么办 有两个做法 做法一 就是在中间这个图形 校园入口网站里面的最下方 有一个忘记密码的按钮 你按下去之后可以去申请 这个时候呢 系统呢 会把你的密码做reset 然后把这个通知信寄到你的备用信箱去 这是第一个做法可以重新改变的密码 第二个 就是带着你的学生证 亲自到资讯处来做登记 服务台呢在i洞大楼200号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这边特别用小写的i 是怕跟那个123-1做重复 更改密码之后呢 会先设给各位一个预设密码 你还是要进这个网站 登录之后 重新的做一个改变来做使用 右手边大家看到这个 前蓝底的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登录以后 你所看到的系统 里面非常多项 那资讯档在大家一起来看 首先呢 对大家很重要的 在这个学校里面 我们常常就email搜讯 那这个email帐号呢 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学号 这个我想大家不会忘记 后面呢 是at小小鼠符号 然后加一个live.asia.edu.tw 那这个密码呢 是跟anid的相同 那唯一要提醒大家就是 Asia前面要加一个live 就是大家同学的 学生信箱的帐号 那你有这个帐号之后呢 有什么样的福利 因为我们亚大跟微软签的是最高级的合约 所以呢 你在入学之后 跟你毕业以后 每一个帐号呢 现在信箱的空间是100GB 大家可以妥善使用 第二 你的储存空间呢 是5TB 我们同仁特别贴心 在上面写5000 也会看到5好像比100还少 不是是5000 那单封信呢 为了避免它阻断网路 所以一封信它的这个容量上限 就是你负档的上限是20Mbps 那一个档案的上限是10Mbps 那无论在校或毕业 我们都会使用这个信箱来通知你 那如果呢 各位同学呢 今天想说 我有一个惯用信箱 也惯用界面 欢迎大家到自发处的网站 常见问题区 Email相关问题里面去寻找 我们就有教导大家 如何从外部邮件信箱来搜这个信 在你的Mobile Device手机上怎么收 怎么做转发 都有可以解决你问题的指引 接下来是宿舍的有线网路 我们呢 学校因为要顾及大家的使用权利 所以呢 每一位同学在宿舍有6个GIGA的流量限制 那第二个就是当你新生来住宿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供稳定的网路 有线的网口 这个时候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是一般的电脑 或者是一般的Notebook 通常都有这个RJ45的网口 但是如果呢 你是轻薄型的电脑 那可能啊 为了它比较薄 这个网口就没有 你就要去买USB 这种界面的网路卡 这个资讯长在这边提醒大家 要特别注意检查一下 再来 到了宿舍之后 这个IP必须要注册 是保障大家 当有某一台电脑 发生中毒 随便乱攻击别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快的找出来 那注册系统就请大家参考 我们提供的这个网址 如果有问题怎么办呢 有问题呢 我们是可以有报修 所有资讯处的网站跟公布栏都有公布 那这个时间呢 为了配合同学啊 平常要上课 资讯处非常贴心 在周一到周四的晚间 7点到9点 都有 如果你报修之后 我们会排程 在这个时候进行协助维修的动作 再来是我们需要的无线网路 有两大重点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SSID 也就是无线网路要连接进去的名称 当你打开这个无线网路设定之后 有两个你可以连 一个是Asia底线WiFi 第二个是Asia底线WiFi.ex 这两个所不同呢 上面的是需要 它会跳出一个网页 你要做认证 然后固定的时间 它会再跳一次 你要再认证一次 下面的那个呢 比较适合行动网路装置 比如说你的手机 它是有用802.ex做认证的 这两个你都可以使用 帐号都一样 就是我们雅大email的帐号 第二个重点是 今天我们雅大的同学 到了教育部 到了校外去 要上网怎么办 其实请寻找下面这个 叫做TaneRomi 这个是台湾学术网路的 无线网路漫游 一样你用雅大的帐号 记得要输入后面那一排 就是atlife.asia.edu.tw 要完整的email 你就可以借由TaneRomi 由我们雅大的帐号 使用所有教育部所建制的WiFi 只要看到这个SSID就可以了 再来我们学校提供了同学很多的合法授权软件 有分线上使用 还有下载还能使用的 线上使用呢 各位可以去数位资源共享这个选项点进去 我们目前提供的是SPSS 是一个统计软件 下载可以使用的呢 大家从校园授权软件服务里面下载 这里面呢有很多Windows Adobe MadeLab Sauce 还有自然输入法 有字形 有图库 Evercam 可以让你做简报的录影等等 是非常众多的软件 那同学呢 难得在我们亚大提供这么多资源之下 非常鼓励同学 要尽量的使用 提高使用率 这样我们学校 其实才不枉花费了这么多经费来采购 再来是我们的公用设备 在支发处有一个输出中心 在资讯道楼的二楼i 206教室 这里提供了40台可以让同学自由上机的电脑 也有彩色的雷射印表机 每个同学每一个学期有75点 你可以在这边利用这些点数来做列印 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8点到 早上8点到晚上的9点 那如果本校这个有些防疫规定 有些更改 我们会公告在支发处的网页 大家去之前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跟各位课程相关的 是学生资讯系统 这个是同学们在校内的资讯平台 可以查询很多关于个人的资讯 包括你的成绩排名 讲座记录 你的缺矿课 还有抵免学分学成的申请 就学贷款的优贷等等 20余项功能 在课程查询部分 同学们可能想知道这个课程的大纲 老师授课的时间等等的 欢迎大家使用课程查询系统 可以查询到全校课程的 所有平台里面授课的资讯 第二个是创课平台 这个是跟大家息息相关 上课都会使用的主要平台 这个是我们的教学平台 可以从校园入口网站进入 里面包含提供课程资讯 教材下载 作业上传等等各项的功能 各位可以扫码、安装 它可以用行动、装置、平板、手机 都可以使用我们的创课平台 接下来是行动学习的部分 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资源 第一是雅大电视台 雅大电视台带给大家的就是 我们的雅大的精彩 包括活动、记录 还有课程各项的影片 可以提供行动观看 第二 Microsoft Teams 我们的帐号 已经跟微软串接整合完成 大家可以用 Teams 做线上的同步教学 以及线上的辅导 也都支援行动装置 接下来是雅大APP 这个里面很重要 大家也可以扫码使用 跟大家习习相关的客表 公车动态、线上请假 相关的讯息 都可以很容易的 从手机上点选雅大APP 来进行服务 最后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使用资讯 也要注意资讯的安全 在雅大 我们进行的资讯安全管理 通过ISMS的认证 也对大家的个资保护 有所推动 而且经过相关体系的认证 对大家的保护是不遗余力的 但是在个人使用的方面 特别要提醒同学注意的是 不论你是在上课、写作业 还是未来使用 都要注意你所使用的图片、声音、歌曲 是不是有侵犯到别人的肖像权 如我们图形所显示的猴子 这个猴子在森林中拿相机自拍 这个在网络中引起讨论 我们使用这张相片的时候 会不会去侵犯到猴子的肖像权 还有他制作的拥有权 我们以这个相片作为一个引导 打开大家对智慧财产权的讨论 最后再次提醒ANID是 我们亚大各项系统通勤帐号最重要的ID 请大家务必妥善保管您的密码 不要跟他人分享 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有问题欢迎到知发处跟我们联络 我们在支店大楼二楼随时提供大家服务 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亚洲大学学生事务处的学务长张少良 我代表我们学务处所有的同仁 欢迎大家进入到亚洲大学 那学务处最主要是关心大家 在身心灵方面的一个健康与成长 我们学务处总共有六个组 我们各司其职在各个不同的面向来帮助 来协助各位 当然我们学务处的这些单位 在学校的几栋主要的建筑物都有分布 各位刚进到学校也许不是很熟悉 不过未来我想很快的 各位都能够在您需要的时候 找到您所需要的一个帮助 今天学务长最主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能够很成功的当一个大学的新鲜人 那么总共有五招 那么第一招呢 学务长提出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学新生人 那我们要学习自律跟自我的一个保护 那么大家大部分同学可能是第一次离家居住 那么这时候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 那这时候是非常非常需要自律 同时呢也要保持高度的警觉 能够做自我的一个保护 那首先呢 请大家拿出你的手机来 那么输入这个号码 0919555 445 0919555 445 那么这个号码呢是我们的校安中心 那么我们确保呢 这个一年365天 然后呢每天24小时 那么这个电话呢 那么绝对都会有我们的校安中心的教官来接听 那么提供各项紧急意外事件处理的一些协助 那当然学务长也要提醒大家 那么进入到大学 那根据政府的一个统计 其实在大专学生发生的事故意外里面 那其实发生比例最高的 其实就是车祸的事故 那同时呢在这个年纪来看的话 发生事故比例最高的 正是各位这个大一这个年纪 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交通安全 那包括骑身机车的话 那无必要戴安全帽 当然我们还是呼吁大家 尽量能够达成大众的运输工具 那另外呢要提醒大家 那么学校呢是无烟校园 那么这个请不要妨碍其他人不吸烟的一个权利 那在这个团体生活里面 那么当然最重要的 那么就是能够学习遵守整个团体生活的规范 那绝大部分的同学 那么在前两天呢已经陆陆续续 进驻了我们的四栋宿舍 所以每一栋宿舍 那不管是点名 不管是门禁 那么相关的这些规范 都请大家要务必的一个遵守 那当然大学有它的一个自由 但是我们人必须要考虑 那父母亲对我们的一个关心 所以亚大到目前 我们还是维持门禁跟点名的一个政策 但是这并不表示说 各位真的有事情的时候 那么不能够请假 或者是不能够申请晚规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申请的一个制度 各位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制度 保持各位活动的一个弹性 那此外呢 那对于少部分 没有住在学校宿舍同学呢 我们也要请你在开学一个月之内 能够完成住宿资料的一个填报 那么这个资料填报之后呢 那么我们会有我们的教官同仁呢 会经常性的 那么去这个帮各位注意到 各位居处的一个安全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 这个书院及住宿服务组的这个 这个QR Code 那请各位拿起手机来 那么扫描这个QR Code 那么有任何的所需要的服务呢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QR Code 能够得到你所需要的一个协助 那另外学部长也特别 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么亚洲大学在宿舍的经营上面 有个特色 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三品书院 那么所谓的三品呢 就是做人要有品德 做事要有品质 生活要有品味 那亚洲大学是第一个 提出三品教育的一个大学 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十几年前 2009年 我们就正式设立了这个三品书院 那可是我们到2014年 大概就是七年前 那我们正式的 那么引进了西方的一个 住宿书院的一个概念 那么也就是说 把校内的资源 跟住宿的设施呢 那么相结合 所以我们推动了一个 一系列非常精彩的 这个书院日的活动 那我相信通市教育中心主任 那么在给各位的一个报告里面 他也提到了 我们也具有这样一个特色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大家能够 踊跃的一个参与 那对于三品书院来讲的话 其实除了活动的一个举办 我们也希望借由情境的塑造 还有我们的课程的导入 那么还有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出版 那么来深化同学对于三品的一个认知 还有实践 那所以我们把三品书院的一个教育呢 那么视为我们通市教育一个 非正式课程的一个延伸 那各位当然已经都知道了 我们四栋宿舍 包括了感恩、祈福 这个登峰、竹梦 其实各有各的特色 那每一栋宿舍呢 那我们也都委由通市教育中心的老师呢 来担任书院的导师 来规划一系列精彩的一个书院日的一个活动 那就住宿生活来讲的话 那么学部长也要呼吁 那么各位也许有些同学发觉你进住的宿舍 跟你同住的并不是你同系的同学 那么或者甚至不是你同院的同学 那这些但是都是经过我们 经过这个校务中心的一个研究 那么藉由跨系共驻的方式 其实可以促进 那么大家多元学习的一个动机 还有一个成效 那此外呢 我们也希望在宿舍里面推动 这个微型社区的概念 那么我们鼓励同学 那么以一个社区公民的一个身份 来永远的参加 那么各项的一个公民的活动 来学习对于责任的一个承担 还有一个特色 也就是说我们呢 在我们的生根计划里面 特别提出了社会 新鲜人的社会体验跟实践的计划 所以你同住的室友 甚至你跨寝室的室友 那大家可以共同的 那么基于一些想法 提出一个计划 这部分呢 那么经过审查之后 我们会提供相关的资源 让各位能够圆梦 那这些的计划呢 事实上都可以 跌入各位的一个学分的计算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特色 那至于说第二个部分呢 那学部长要提出来是 怎么样当一个大学新鲜人呢 那么要学会 主动寻找就学资源 那比如说 我们在生活辅导组的部分 那不管你是希望得到校内 或校外的这个奖学金 奖助学金 或者希望得到就学的减免 那么甚至呢 我们对于乔生 对于原住民生 那么我们都有一些特殊的 这个特别的 那么一些照顾 那各项的这个奖学金呢 那么校内奖学金 我们一般来说 在开学后一个月之内呢 来提出申请 那因为校外的奖学金呢 来源非常多 所以请各位随时要能够 上申扶组的网站 能够注意 那如果各位同学有提出 就学贷款的话 请各位务必在9月17号前呢 能够把这个对保单的第二连呢 能够交到我们申扶组去 那么另外对于各项的这个 弱势助学的措施呢 也请各位能够上 申扶组的网页查询 那怎么样能够查到这些资料呢 各位进到学校的首页 那我们各位看到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 在右手边呢 我们就有一个奖助学金的一个专区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各位就可以得到相关的一些资讯 另外一个跟各位有关系呢 就是请假 那么这个请假呢 基本上就是由各位的 学生资讯系统进入 那进入之后呢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对于各个不同的价别 那么他都有一些申请的一些规定 那么您所要做的呢 那么就是透过这个网路的部分 那么提出对于这个课程的 请假的一个申请 但是别忘了 那么最好能够附上 请假相关的一些证明 来作为附件 那么对于我们的原住民的同学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特别有一个原资中心 那么这个原住民资源中心啊 那么对我们的原住民生呢 特别提供了这个辅导跟协助 那么还有职业发展 那么还有这个文化相关的一些课程 那么其实都是为了促进我们原住民生 对于本族文化的一个认同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团体呢 帮助各位能够进一步的一个成长 当然我们也希望欢迎 那么我们所有非原住民的同学 事实上也能够来加入我们原资中心的各项的活动 这每一年原资中心都会规划各式各样 包括部落参访 包括这个文化课程 手工艺的课程等等的 这些非常精彩多元的一些系列 那另外也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我们特别针对经济不利学生 就是过去在经济上面有困难的学生 我们有一个学习辅导的一个计划 我们也特别成立一个起飞计划的办公室 那么所以不管你是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身心障碍或者是 加进特殊境遇的学生 反正您具有我们这里所列的五项的资格 那事实上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那参加课程最重要的目的 是希望借由课程的参与 来给大家很多的一些在财务上面的一些帮助 那此外那么我们也设置了共生银行链 在这里面参与我们课程的学生 不仅可以累积你的学分 事实上那么你也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一些 包括出国在内的一些机会 当然我们也同时希望接受帮助的同学 也能够把这一番爱心再传播出去 所以我们也规划了像民生银行 书相银行 那么藉由这些同学接受帮助的同学 再把你所接受的帮助转而去 那么照顾这些偏乡更需要帮助的 那么这些孩子们 这是我们共生银行链的一个概念 那此外呢 在我们这个起飞计划办公室里面 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 可以长期借用的笔记型的电脑 我们也提供了学办互助的一个辅导的措施 那么像这些呢 各位都可以充分的利用 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 我们大概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学习辅导的奖助金 那么不管是你参加我们技能培训的课程 学办互助的那么一个计划 那么或者呢 这个你可以借由这个多多参与校内的活动 减少在校外打工 那么来获得积极学习助学金 那此外呢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弱势学生参与国际的竞赛 那么这个职业的一个发展 那么就业的面试 甚至包括像实习 那么英语能力的一个成长 那么创业 这个履历辅导 那么我们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制度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所以在这里面 各位可以扫描我们画面上面的这个QR Code 那你会进到我们的这个计划办公室 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各项补助的一个内容 那第三集就是如何当一个大学新鲜人呢 那学部长要提出来就是 我们要参这个积极的参与各项的社团活动 还有利他的服务 那我们课外活动与服务学习组呢 那我们有非常坚强的阵容 有非常热情 那么活泼的我们这些同仁 那么来帮助各位进行各项的课外的活动 那在服务的面向上面 各位先看到那客服组呢 他事实上就在这个行政大楼 那么在哈佛教堂的后面 那么在这里面也特别请各位 那么各位可以扫描这个科服组的一个网站 那也提醒大家 那么科服组已经对于如何去学习服务学习的课程呢 那么已经制作了一个影片 那么务必请大家在9月13号之前能够看完这个影片 那么我们在9月14号 那么就会开始针对大医生进行外展的服务的一个登记 那么至于说这个整个服务学习的概念以及操作呢 那么实作课讲授课分别如何执行 各位都可以在相关的影片里面 那么得到一些了解 那在社团活动部分呢 亚洲大学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社团的环境 所以我们总共有六大类的这个社团 那欢迎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 那么来参与各项的一个社团活动 那在今年度呢 那么我们一些重点的活动 当然除了迎新之外呢 那么还有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传统的 大一新生合唱比赛 还有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的中亚联大的 红腾虎药的竞赛 那么都会在今年的上半年来进行 那各位看到从这个9月份开始 我们为了欢迎各位的加入 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 从亚大电影艺术节 一直到新生合唱比赛 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 希望各位都能够踊跃的参加 那电影艺术节的部分 那么10月12号 12月27号 那么我们会在学校的健康大草坪来举办 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桌游的竞赛 那新生合唱比赛更是每一年 各系摩拳擦掌要要欲试 那么争取学习荣耀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那么每一年 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同学 那么非常踊跃的参与 那么为这个学校制造了非常重要的 一个传统跟特色 那第四个部分 那么要跟各位提出来的就是 我们要学习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 那我们有卫生保健的服务 那不管是紧急的伤病的处理 那么甚至急救证照的课程的一个开办 那事实上都非常欢迎各位能够来参与 那特别要提醒就是说 那么根据教育部的规定 那么我们应该在开学前三个月之内 那么你的健康检查报告 就应该交到学校里面来 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完成健康检查的同学来讲的话 那么你可以就进到我们自己的亚大医院 或者是你家里附近的这些大型的医院 来进行这些健康检查 也请你务必要在10月12号以前 那么要把这个健康检查记录要交到我们健康中心 否则的话 那么我们会关闭你的学生治愈系统 那到时候会影响你包括在请假在内的许许多多一些权益 所以要特别要提醒大家 那所以有关于新生健康检查的各项资讯呢 那么就可以请各位进入到健康中心的网页 那么健康中心呢 那么也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健康促进的一些 包括讲座还有动态的一些活动 那在心灵健康成长的部分呢 那么我们特别有这个智商辅导中心 那么它的座落的地方呢 事实上就在我们行政大楼的这个一楼 那么要特别提醒各位 我们从9月13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 我们会为各位呢举办线上的心理测验 所以每个人都会接到email 那么对于都会 我们就会接到email 把相关的讯息送到你个人的信箱 那这里面包括测验的连结 还有心理健康的密集等等 请各位务必那么准时完成 这些健康的一个检测 那除此之外呢 健康中心举办了非常多的 这个非常多元的这个心灵成长的这个讲座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办有这个也举办了各式各样的工作方 一小团体的形式来协助各位 心理的一个成长 那每年到了期末的时候呢 那么各位会为你的导师 和你导师之间的这种师生关系 那么做出一个评量 来提供学校 提供老师 辅导上面的一个参考 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 那另外呢 我们针对这个 有理由声音障碍手册同学呢 我们特别设有资源教室 那么这些资源教室 会在生活适应 专业学习 这四个面向提供我们所有声音障碍同学 无微不至的那么一个服务 那最后学务展要提出来就是说 我们要当一个这个大学新鲜人 我们就要开始学习认识自己 而且规划未来 那亚洲大学对于职业规划的部分 我们是分年分阶段的来做 所以大一从认识自己兴趣探索开始 到大二呢 开始跟专业结合 运用课程 还有职业地图 慢慢去探索自己的一个路径 到大三呢 我们希望你能够相当的明确的 能够知道自己生涯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在从大一到大四里面 每一年我们都会这个举办 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这个施策 来协助各位了解自己 比如说各位马上 那么就要私做的就是 有关于UCAN 职业探索与共通的职能诊断 那么这个部分呢 那么我们会在开学以后的 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会来进行 那除此之外呢 那么各系呢 都设有一位职业导师 来提供专业的这个职业咨询 那除此之外呢 那就全校性的来讲的话 我们也提供一对一的 职业辅导的一个咨询 那各位可以上我们 这个生涯辅导组的网站 来进行预约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职业的部分呢 我们举办各种的讲座 我们有各种的工作方 那么另外呢 在各位毕业之前 那么我们会举行大型的 校园真材博览会 那么从履历的撰写的一个培训 一直到面试技巧的传授 最后呢做厂商就业的媒合 那么一整套 就是希望各位能够非常顺利的 能够衔接到就业的市场 那这是我们生涯组相关的网页 那也请各位呢 能够这个扫描之后呢 来看一看他们所提供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服务 那最后呢 这个学务长要跟你讲 亚洲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视 性别平等的一个学校 所以您遭遇到任何 你感觉到有关于性骚扰 性侵害性霸凌这些 这些事件的时候呢 请你不要犹豫 请你跟我们学务处 这边来进行联系 我们一定会在保密 会在公正的情况之下 来解决这些 这个校园的性贫的一个事件 那除了之外呢 我们也要呼吁 我们要重视 对于校园霸凌的防治 若同学觉得 你有被霸凌的这样疑虑呢 也请你跟我们学务处 这边来联系 我们也都会非常公正的 那么来处理这些事件 那你如果认为你的权益 受到了一个损伤 那么你也可以透过 学生申诉的管道 那么跟学务处这边 来提出申诉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 非常公正的 那么一个 这个全校性的 这个申诉委员会 来自各学院各学系 的一个代表 那么更正客观的 来主张各位的一个权益 那最后呢呼吁大家 要知道 能够尊重智慧财产权 所以 以上呢 那么这些报告 各位看到 各位可以预见的 就是各位会有一个 非常精彩 丰富的一个大学的 一个生活 让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每一位青春美丽的大学生 在疫情结束之后 你们有想要做什么事情吗 疫情结束吗 我应该会想要出国毕旅吧 我的话 我会希望去电影院 或是去夜市的时候 可以自在一点 不用戴口罩 所以为了让梦想早日实现 让我们一起迎接 防疫新生活吧 无论上班上课 第一题是关于自己的健康状况 第二题是关于自己的出国旅游史 为了健康着想 建议近期自己或家人 都乖乖待在国内哦 第三题则是关于 与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者的接触史 都确实填报完后 健康声明凭证就会出现啦 建议将当日凭证截图 方便进出校园建筑物 凭证分为三种颜色 红 黄 绿 红色凭证一律禁止进入校园 黄色凭证则应尽量避免外出 外出时则请全程佩戴医疗用口罩 绿色凭证就可以放心通关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离地后 上厕所动 这位同学 我看你刚刚是不是上完厕所没洗手 才没有呢 我们在游戏 我以后还会照着老师教的 洗一号 洗脑 很好 让我再将你召唤出你的防疫守护神 急急护法现身 哦 原来我的护法就是守护神啊 防疫基本功 请洗手 不怕病人来进攻 放下遥控器 放心出门去 防疫新生活运动 开始 去享受汗水 享受阳光 享受现场 享受真实 享受美食 享受安全 享受风足 享受无拘 无素 享受日常 无常 戴口罩 请起手 保持社交距离 防疫新生活运动 让我防疫 健康生活 防疫期间不只安身也要安心 安心防疫五字绝 安 静 能 细 望 安 调整自己的环境安全 像是媒体接触量 避免引发自己过多的焦虑 静 接纳自己的情绪 透过平时习惯的抒压放松活动 活化自己的正向情绪 能 将注意力放在可以提升自我效能的失误 记得给予自己肯定哦 是 有空时也别忘记联系自己的家人朋友 重要他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哦 忘 困难中别忘记看见希望 我们都是有复原能力 可以突破困难的哦 防疫期间本校学生若有资商误谈需求 欢迎使用线上预约系统 预约资商 来跟心理师谈心哦 防疫小组关心您 欢迎订阅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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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